这么重要的道理 曾国城陈诚哥的专属助理 早就把这四个字封为闺孽啦 7号傍晚5点多 助理开着陈诚哥 这台价值519万起跳的 宾室S400轿车出门 助理化身一日外送跑腿员 手上提了两大碗食物 还有一大袋粮食 就这样走进陈诚哥的那壶豪宅 约莫十分钟后嘞 助理才又拿着空袋 走出豪宅开车离开 随着新冠疫情三级警戒 一路延到6月28号 各大综艺节目录影都还没复工 明星人人自为 陈诚哥当然也只能待在家 乖乖体验宅男生活 加上日前华氏员工确诊 算一算他已经自主隔离三个礼拜 猫起来耍费救台湾了 我的平均睡觉时间都在三点以后 在二十几天来有几次睡过中午 哇靠觉得 人生他妈的太可怕了 我还有几十年要玩了 还要活还要干嘛 所以及时行乐的人 我觉得会稍微越越多 我觉得会多一点 那安排一定会改变了 改变成什么就不晓得了 有人会变得更积极 有人变得更消极 所以不好说 不好说 但希望这个疫情是 疫苗一直听到 断片数据都听到说有疫苗出来 希望这疫苗真的赶快对我们有帮助 然后这样可以改变全世界人的生活动态 对吧 我叫最后一类 我光听这个我就要赢累的 他妈的我是最累的 最后一类的 我也等太累了吧 前几天 我特别去把我头发整理了一下 哇哦 我被我的头发吓到了 我的头发斑摆 然后呢 就是一头的 一头的杂乱 哎呀我看了我自己 我好难过 跟街友一样 在家里拼命 每天没日没夜的追剧 我才知道追剧 原来是这个感觉 太妙了 嘿疫情在走 居家防疫要有 同样足不出户的还有他 歌手Alva 肖亚轩 现在时间里很多好朋友 是不是都被你阻碍了 就会暂时就起雾打脚 起雾打脚了 使命币大司机再加一 司机驾着Alva的 凯迪拉克休旅车 帮忙跑腿到距离他家 走路不用十分钟的 微风心意百货 只见司机把车子 聆停在微风心意百货 门口的红线处 带着口罩下车 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速速买好高档餐点 哎不过您也不能贪图方便 直接在W饭店前面的双黄线 违规回转做不良事犯骂 把便当交给Alva享用后 司机的戏份还没结束哦 西底半个小时不到 继续出任务 司机来到安和路上的 葡萄酒专卖店 外带两箱红酒上车 原来是居家谈背的部分啊 恭喜司机大哥 任务解锁成功 下面一位萌财油门的是 56岁有氧天王潘若迪 全副武装连护目镜都没少哦 我眼睛是不是很好看 结果眼睛不错对不对 很多人在拉着眼睛很漂亮的 OK吗 你在为什么 我眼里都是你 够了 够了 潘若迪大老远飙到新义区 外带杨佑宁家开的原辜回家 这深受疫情之苦的餐饮业 VS健身业 同是天涯沦落人 势必又互相取暖了 是一起用力度过这波疫情 既然全家大小的晚餐 都掌握在潘老师的手上 我们就不打扰了 慢走慢走 我小时候他有看到 我是去原国买菜 我买菜是因为那天 是刚好我跟我老师结婚十周年 但是我们会想说 如果等到疫情就过的话 我们有打算说 本来是想要回 我们当初结婚的那个巴厘岛 这样子只能现场上 说你什么都不行 也都没有任意 你怎么办 我现在能做的 当然是需要大家 分担一下大家能够在家里面 输解一下那种 比较郁闷的情绪 我们现在要打拼 不是权力不是财力 不是也不是学力是免疫力 那免疫力有多重要 现在就是平安健康 活着就赢了 娱乐动新闻报导